Hi guys,我们今天来学制一个小松鼠的帽子啊 用到的工具非常的简单 正如你现在看到的啊 一套那个6.5的环形针 两头呢是竹质的中间呢 这一部分是一个塑料的连接管啊 你看这套我老用的 然后都有点旧了啊 但是非常的光滑 很好用,我老喜欢用这一副 还会有这样的3.0的勾针啊 如果你有3.5,4.0或者是5.0都可以,没问题的啊 还有这样的小尺子 它呢是负责量这个高度的啊 一面是厘米 你看我们主要是会用到这一边啊 但是那面呢是宽格的 是尺寸,我们不用这边啊 只用这一侧啊 好,还会用到这样的毛线缝针 一个大塑料针 它是专门那个用于缝毛线用的啊 因为它针孔大,可以穿进毛线 同时呢,我们还会用到这样的啊 这样的线和 这样的线呢和针 这是每个家庭都有的啊 细针和这样的非常细的线 看到了吗 这些都会用得到啊 同时呢,还有这样的小剪子 专门是剪这个,剪到我们这些线段用的啊 还有就是这样的记号别扣 非常好用 就是一个塑料的小扣子啊 然后可以这样别上的 它主要用于毛线的预缝 以及标记 或者是留针 留几针啊 它可以用它套上穿上啊 先扣好 那么这几针就不会掉了 好,基本上都介绍完了 然后呢,我们就正式的开始来 编织了啊 非常非常的容易 这并不复杂 实际上 所有的零基础新手啊 都可以跟着我一起呢 能把它编织成功啊 而且不用提前做笔记 也不用预习 只要跟着教程一起织就行了 因为我不会把 这个教程呢做任何的删减啊 你会看到它的整个编织过程 好,我们现在就说起针啊 你拿着线头的这一侧 这一头啊 然后长的这头呢,这样 看 一 二 好了,我们现在就起了两针了啊 然后给它翻过来 我们织起两针就够了啊 翻过来之后 我们要给它织正针 但是别忘了啊 同时我们还要给它加针 怎样加了呢 大家看啊 我们要把这两针给它加到四针啊 你看 从这位置进针之后 这样拿线和拿针的啊 织一下 但是我们并不把这一针退下 而是绕着它后边 再重新织一下这个针头 然后拨出来 这个时候才把它退下来 这就相当于我们加了一针啊 下一针在织以前 一定要捏着点我们起针的 这位置这个小小的线头啊 防止它在织的过程当中掉了 下一针就不用再按着它了啊 你看这一针跟刚才一样 也是织一针之后 绕着它后边来 再次织一下 也就是我们由最初的啊 起了两针 现在呢就已经变成了四针了 明白了吗 到反面的时候呢 这四针我们不做增减 原样织好就可以了啊 原来的样子 把这个四针织完 你看没有经过任何的增减 明白了吧 好 你现在呢就是四针了 马上呢我们还要再加针啊 就是在它的这个两侧 使这四针的最后呢 变成六针啊 所以啊 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规律啊 就是我们每次都在正面加针 对不对 回顾一下啊 我们之前起了两针 在这个地方 明白了吗 起完这两针之后呢 我们做了一次加针啊 从两针给它变成了四针 对不对 就正如啊 刚刚我们的那一面啊 变成四针 然后这四针呢再反面 原样织完啊 然后再次回到正面了 对不对 好了 你看 我要把这四针呢 做一个增加 第一针啊 又加针了 看 加完针之后的第二针啊 就是第二次加针的位置 一定要向上提一下 确保它和所有的针套啊 是一样的啊 松紧度啊 然后中间这一针原样之好 倒数第二针 One Two 好了 这一针我们需要给它 加针 提一下 提一下是为了让它所有的针套相同啊 松紧度相同 最后一针原样之好 好了 现在你看啊 我们的所有针数就由最初的两针变成四针 到现在它已经变成了六针了 对不对 好 现在我们就是要保持住这六针啊 正面之正针 反面之反针啊 我们要一路的这样向上织啊 织到多高呢 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要给它知道高度在六厘米 六针之六厘米 正面之正针 反面之反针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非常关键啊 在整个的小帽子的编织过程当中 我们都是用的这个针法 也就是正面之正针 反面之反针 明白了吗 一直是这样织的 也就是它最后形成的是平针啊 如果你无法推断出哪一面是正面 哪一面是反面 你可以在其中的一面啊 别上一个别扣 这样提醒自己啊 是该到正面或者该到反面了 明白了吗 你看 我们就把这六针啊 一直在向上织 正面之正针 反面之反针啊 一会儿我们会量一下 让它刚好等于六厘米的时候 同时还要满足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非常重要啊 只要是我要求它要知道多少厘米高的时候 那么一定是在织正针的这一面向上 所以我们需要给它收掉这个线头 让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学啊 你看我们每次呢都在线头的根部的附近近一针啊 然后勾一下它 好了 勾完以后你就会发现啊 它短了一截 每次勾它 每次勾一下它就又短了一截 直到最后勾完以后它消失不见了啊 这就是完成了一个收线头的动作 你看 现在下边啊 会变得非常的圆润 没有刚刚那个线头在这捣乱 我们现在看上去啊 极其的整齐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就保持住这个高度啊 保持住这个针数啊 正面之正针 反面之反针啊 一直来到六厘米 同时一定要保证我们所有的针套啊 松紧度是一样的 我觉得我织完这一行 可能就到六厘米了啊 这一行完成之后呢 我会量一下 然后咱们一起会迎来 如果到六厘米的话啊 咱们就迎来下一个新的编织手法了 好 我们需要量一下 量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要量这个枝针的上边啊 而不能量这个枝针的下边 连针套我们必须一起量上才可以 看下边是从零这开始啊 上面哇太好了 正好等于六 你看上面要以这个位置为主 以这个位置为主啊 不能不能在这啊 一定要是这才行 你看我们现在刚好达到了要求的啊 六厘米 好了 这时候我们的新的加针手法是怎么样的呢 大家看啊 把这个先给大家摆好 好了 这个六厘米呢 到了以后 然后我们是将这个六厘的做一个增加 怎样增加的呢 这次加针跟之前的六有不同啊 大家看 我们是这手啊 绕上了这一针 看套回到针尖上 把这个拉的啊 松紧适度 而不能拉的太紧 要不然你进针会很不方便啊 好 我们把刚刚加上这一针织好 然后其他的位置呢 也是啊 原样的织好 到最后一针的时候 注意了 最后一针 我们需要给他再次加针啊 看 这就是最后一针 我们给他加一次针 形成 加出来的针刚刚在左右两侧 这样的效果 明白了吗 好 这预示着啊 你的现在的总的针数已经到了八针 但是 你的这个小小的护尔也算完成了 你看 总针数现在 1,2,3,4,5,6,7,8 我们已经到了八针了 好 那你就算完成护尔部分了 完成以后我们要怎样呢 我们要给他剪断 留 4厘米啊 然后给他剪断就好了 同时我们要找一个别克啊 扣在他的 这位置啊 边缘这位置 同时呢 之所以扣他就是为了把这个小小的线头保护好 不要用力拉扯啊 这很重要啊 如果用力拉扯的话 你这边这一针呢 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紧啊 整体的密度呢 就会受影响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绿色的别克啊 我可是别在了正真的这一面 明白了吗 正真的这一面啊 你看弄完以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小小的线头 在这个别克的空隙里边 我们给他绕 绕两下啊 他就会变得更加的稳固了和结实了啊 一定要记住这个黄绿色的这个别克 这是我们区分正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 这个别克呢 也在整个帽子的主体部分完成之后 才会被卸掉 所以从事之中不要碰它 让它作为一个参照物 好了 完成它之后呢 我们会继续完成下一步啊 也就是第二个库尔的部分 至于这样之 我会在下一个视频讲给你听